哈喽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直播间 先检查一下我们的声音画面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同学给老师扣一个1 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声音画面 没有问题啊 同学们 OK的是吧 现在的同学怎么越来越少的来上课了 是因为感觉有点难度了吗 还是没有空啊 去全力叫下他们吧 最好还是要来上直播课啊 有空的话 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三个粒子插件了 之前我们是不是学习P粒子 然后呢 再学习我们的form粒子 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的点线面粒子啊 同学们晚上好啊 点线面粒子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好 点线面粒子其实跟我们之前学的啊 没什么大的差别 也就是我们的发射器 粒子本身 物理学等等的 只不过今天的这个有 今天这个粒子有点特殊的情况是 它全英文的 但是呢 我给你们准备了翻译啊 所以没关系 我们先来安装一下这个插件吧 没两碗没两碗同学们 我们刚开始啊 先安装一下这个插件 稍等一下 我呢 是不是给了你们一个课堂素材在这里 课堂素材 这个是我们的笔记啊 待会我们配合我们上课来看啊 先来安装插件 把这个Plexus Windows 右键 右键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一定要解压啊 你不要打开来去操作 很多同学来问我这个安装的问题 还是有问题 你们不要这样子打开来 里面去这样操作 就预计把它解压出来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那个苹果电脑的话 直接就安装就行了 这个DMG文件啊 然后把它给打开来之后 有一个中音双语 它会跳出这个 你双击 点我同意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我看一下啊 那选择中文就可以了啊 我们中文 下一步安装 然后呢 点完成 等一下完成 然后还有在这里记住 一定要看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A1 因为你在这里安装完之后 并没有完全的安装完 你还没破解 好项目 新建一个合成 我们今天学的是点线面粒子插件 今天又在装啥 我们在装第三个粒子插件了啊 点线面粒子插件 一样的 它仍然是需要一个载体啊 纯色涂层作为一个载体 在我们的效果 找到这个Rubit Rubit Rubit吧 应该是啊 效果 找到这个Rubit 你的这个软件最好装在C盘 它插件还是系统的 默认为放在C盘的啊 找到这个Plexus 点一下 你会发现它有个红色的叉叉 有没有发现同学吗 红色的叉叉 说明没有破解完 那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去点一下这个注册 它会跳出这个界面 Windows 7 你可以去试一下啊 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里的有个安装方法 里面有这一段英文把它给粘贴啊 复制复制 然后呢 给它粘贴一下 粘贴过来之后同学们 点一下这个Active 点一下就可以了 同学们点一下 不要去动了 不要去动了 然后点叉叉 你不要又再去点一下 再去点一下 你又是破解失败了 你就点了一开始的输入之后 点一下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就没事了 你直接把它给叉叉 直接把它给叉叉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重新打开来 现在你看 红色的这个叉叉是不是没了呀 破解成功了 同学们到这一步 能跟上同学扣一个1 这是我们新的例子 叫做我们的点线面例子 我带你们又重新装了一下 新的例子叉叉 来跟上同学扣一个1 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我这么慢的速度 好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效果啊 来打开来 选中这个纯色图层 我们就不再来一次了 如果没有理解的 看一下回放 这个就是一个重复的步骤 同学们 就是你第一步该做什么 第二步该做什么 不用去理解 你知道跟上就行了 来我们选中纯色图层 添加效果 Rubit 然后呢 打开这个Plexus 它会出现这个文件 它会出现这么一个内置文件 我们怎么样去拖动这个面板 还记得吗 是不是这里有三个杠啊 你鼠标按住左键啊 放在这里 鼠标按住左键 不要松 不要松 你可以去放到呃 随便你想要放的位置 然后这位同学看到了 你说太快了 那是因为你可能是中间过来的 没关系 我这个回放呢 待会下课我就直接上传了 你看下这个开头就可以了啊 这个没关系 重要的是接下来的知识点 你得好好的去掌握 刚才那几个安装步骤 你如果现在没有看懂 看一下回放很快就能学会的 一共只有三个操作 三个步骤 好了同学们 我们继续了啊 我们会发现 是不是我们打开刚才的点线面粒子啊 它是一个外置面板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一个外置的面板 你怎么样把它给放进来呢 鼠标按住左键不要松 你去选择在这里 比如说我要放在这个位置 它会有一个什么蓝色的一个背景 看到没有 松掉 然后它就系统的默认为放到这里了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布局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右边来 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喜欢程度 习惯啊 我喜欢在这里 现在看到都是英文 是不是同学们就开始头疼了呀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呢 没关系啊 我给你们翻译了 我都给你们翻译了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 我知道有同学可能英文跟不上 我都给你们翻译了 我们今天就跟着这个笔记 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这个笔记你们都有啊 好 来同学们 我们正式开始讲这个例子插件了 点线面的插件 到这里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同学可以个二 我们要正式开始讲了 我看一下多少同学准备好的 不要再纠结之前的一个步骤了 OK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上呢 一共有这两个面板 一个是我们的遥控面板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遥控器 上面有个开关 有个什么加温度 减温度 然后这里呢 是我们遥控器里面的一些效果 就像我们之前加了这个form的例子效果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效果参数呢 在这里调 只不只不过他多了一个面板在这里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场上面什么例子效果都没有 有没有发现 他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 form例子和p例子都不一样啊 我拿这个form例子来举例 你看我们form例子 加上去之后 他直接画面上就有例子显示了 但是我们点线面例子没有 他们俩有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你看 这个你如果把刚才的这个点线面子删掉 他仍然是存在这个面板的啊 你要右键三个杠这边 你把它给关闭面板就可以了 你们会发现在这里呢 他所有的一些什么基本形状呀 什么例子效果 他都给你已经做 就是有个基本形态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基本形状 他默认为是盒子网格 他已经默认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咱们的这个 点线面例子就不一样了 他是什么都没有 他现在啊 在遥控面板上只有一个点 点的渲染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像是拼接一个 变形金刚 你需要去自己去组装 比如说这个是头 这个是他的一个手臂 这是一个尾巴 你需要自己去这里添加一些内容 把它都给添加好了 比如说都给他添加起来了 稍等一下啊 我加一下 比如说我加一个primitive吧 你看都给他添加好了 他才会有 如果你只是只有一个小零件 你其实上面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这个呢 就好比我们什么 搭积木 这个是积木的扬控板 我们把它元素一起搭到这个下面 然后去形成我们要的画面 然后呢 我们要大的积木呢 还是小的积木 所有的参数的大小在这里调 首先同学们 这个面板现在能看懂吗 到这里为止 现在一面板 二面板 三面板 一共他们的合作关系 你们能够看懂吗 看懂同学 扣一个四 扣一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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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都能看懂吗 扣一个也没事 我只要看一下你们是不是能够看懂 搭配 他们必须是搭配使用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学上面的英文呢 意思了啊 同学们 首先 这个add的意思是什么 add的意思就是添加 add 现在添加零件到下面 这个lyas啊 同学们 这个lyas是图层的意思 现在呢 图层运用到了我们的点线面粒子 但是点线面粒子下面没有用到任何零件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是一个变形金刚 但是呢 没有加B型金刚的头 没有加它的尾巴 什么都没加 我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四个add就是添加 我是要添加第一个 啊 基本形态 这个是不是我们form例子里面也有个叫做基本形态的 然后呢 这个是effect effect effect呢 意思就是我们的效果 类似于我们之前的分形场 你可以理解为 效果 第三个render渲染 这个好比现在我们的这个粒子 我们的积木是点呢 还是线还是面 好比现在的粒子形态发生了变化 第四个就是打足啊 我们先来认识前面三个 因为哎你看头里面也会有很多东西 你必须就刚可能今天是大黄蜂的头 或者是呃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蜘蛛或者是什么啊 就各种各样的形态就好比我们这个粒子 就是它可以是 它可以是 屠层的可以是路径的可以是OB界工程的之前我们是不是这个很眼熟啊 那一个是立方体的那里面这个英文呢我们也得一个一个去看啊 好我们先来学第一个啊 我们先来学第一个啊 同学们现在记住了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是要画面 你要是让这个呃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窗口有画面必须一和三同时存在 一和三必须同时存在 比如说现在渲染我们选择point点选择它point点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primitive立方体的意思 你看必须呢在这里这两个一和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它才会有画面 他们俩缺一不可 你只有点没用 你只有形态没用 或者是我去用一和二去配合 比如说一是layers 二是这个transform随便加一个 你看它也没有画面的 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个原理 必须一 和三同时先存在 嗯同学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这个礼拜天不上同学 对你这个翻译的很好啊 第一个是基本形态 第二个是效果器 第三个是我们的渲染器 也就是我们现在粒子的形状 第四个是打组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记 这样都明白了吧同学们 这个是不是笔记 现在对应了啊 这一块分别是这里的东西 你们可以搭配着笔记来看这个回放啊 好 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看 我们先来看里面的这个 基本形状 那老师刚才说了 我们必须先有一个粒子的形态 也就是粒子现在是点的模式 然后呢 第一个layer是layer是什么意思 layer是图层的意思 Buds呢是我们的一个路径 也是我们门板 OB界工程呢 是我们的啊 OB界模型 之前我们都说过了 prometives呢 是我们的什么立方体或者球体 下面几个我们就不用管它 我们先来看第四个吧 我们到这来看啊 prometive先来看 在这里就是我们的prometive的参数 现在我们图层上是不是加了 粒子呢是点的形态 你看point点点的渲染形态 它呢又组成了一个什么 组成了一个立方体或者是球体 我们选择它点一下它之后 在这一边就可以调节它的参数了 基本体类型一个是立方体一个是球体 我现在是立方体的话 它就是由圆的有点的粒子 圆的粒子形成了一个立方体的形状 如果我把它改为球体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球体的形状 我可以打开这个摄像机来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一个球体的形状 来同学们到这一步分别能够跟上吗 跟上的同学扣个1 跟上同学扣个1 我们接下来要讲里面细节的东西了 讲我们基本形态里面分别有哪种形态 ok大部分同学还是跟上的啊 我既然没有看到马晓二同学的这个1 他是没有跟上吗 我看大部分同学都跟上的 那我们就继续了 不懂的同学可以待会我在一部分讲完之后总结一下啊 好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 primitive立方体或者是球体 那在这里呢 你看基本体型类型里面有一个立方体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形成了立方体之后 在这个叫做x points和y points和z points 同学们能够理解这三个什么意思吗 你们猜一下啊 今天没有作业 来你们猜一下这三个分别是什么意思 x points和y points 还有z points 是位置吗 你看这个是数量 你们可以理解为现在我在x轴上面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点 那我是不是 对点了多少 我是不是可以变成五十个点 是不是跟我们的什么呀 我把这个隐藏掉 我们再新建一个纯色图层 我们去添加form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基本形状里面 x中的粒子 y中的粒子和z中的粒子是一样的 你们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基本形状呢 就是一整个这里 只不过他把里面的东西啊 都给拆分了 像他这里的每一块内容都是在里面一个一个拆分的啊 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同学们 好 我把这个form粒子删掉了啊 好 这里呢 是我们的x中的粒子 y中的粒子和z中的粒子数量 可以看到啊 下面就是立方体宽度 也就是我们xyz的这个尺寸了 是我们form粒子里面叫做尺寸 它是大一点的呢 还是小一点的 比如说我把z轴只改为两层 或者是我把y轴只改为五层啊 所以这里的参数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们 好 然后下面这个生成面我们暂时不用去理啊 因为后面搭配着我们什么呀 在这里有个叫做线和面的渲染 我们搭配下面的参数一起去操作啊 然后这个变换同学们变换 现在我颜色变成红色 你看所有的颜色就变红色了 这个透明呢 是不透明的 透明的都有啊 这两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当然我们现在改变的是形态里面的颜色 为什么我们粒子会跟着变呢 是因为我们去选择这个粒子的这个渲染点下它 你会发现它这个参数啊 我们后面会讲的从顶点获取颜色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点的颜色由它控制 如果把它给取消掉 你看我改变我们的这个基本形态的颜色没用 因为我的点不受你控制了啊 这个它我们会细讲 那同学们这个promittives 那理解同学现在扣个一啊 扣个一啊 这个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吧 也就是一个基本形态啊 你看promittives 可以生成立方体或者球体 里面的参数应该问题不大 同学们 好 然后我们继续了啊 现在选择这个promittives 你按这个delete删除键把它删掉 现在我们把这个变形金刚的头给拔掉 我们换一个头 换成我们的ob键吧 我们倒着来啊 换成我们的ob键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 ob键就ob键 我们现在换成ob键的 他现在需要一个ob键的一个图形 那我之前上节课是不是给了你们一个 稍等啊 我找一下 是不是给了你们一个ob键的工程 来到什么 你们说一下这个规则是什么 还记得吗 记不记得规则是什么 还记得我们的规则吗 两点规则来 你们说一下 看看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在上课 有没有认真的记 什么必须是英文的 两个段满足 什么必须是英文的 首先他的一个什么必须是英文 然后呢 他的什么必须是英文 对路径要英文 名字要英文啊 非常好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龙珠给导进去吧 导个大象好了 我们就导个大象 他步骤是一模一样的 同学吗 好 放进来 给他打个愈合成 选择第二个 然后呢 我们把它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大象 可以看到 这什么意思 好像我们是不是不需要用预合成啊 我们先选择 稍等一下 嗯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 有点卡住了 那我们把这个 大家确定 OK 好 我们把这个大象拿掉 他有时候呢 你会出错 那我们不需要用预合成来试一下 看一下 他会跟版本有时候会冲突啊 我们不用预合成了 同学吧 所以在这里你们也记住 不需要打预合成 直接把ob界过程拿下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边有个ob界的像素 像素可以是小一点的 你看他就模糊一点 像素如果是大一点的 那么他就什么 实心一点啊 100% 还有变换ob界 变换ob界 这里呢 移动他的这个位置 移动他的一个z轴 z轴的位置 反转x 反转y 把它给倒过来 现在是正的方向 然后把它给往下移一点点 好 还有这个ob界的缩放 可以看到 我们放大看啊 来 放大呢 还是缩小 这里的这些参数 跟他的名字都一样啊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们旋转 旋转 都是可以的 这里的参数的随你们调 然后还有这里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颜色 我们把它改为绿色的大象啊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ob界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你们form例子汇 这个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当然如果我们要去让他更加密一点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去把这个点啊 大小改大一点 让他更加密一点 第一种方式是把点改大 第二种方式是去ob界这里把这个像素 不过他最大只能开到100啊 同学们记住了 好 那我们这个也就pass了 我们ob界其实带一下就行了 你们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添加啊 这个基本形态 添加这个pass pass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pass意思是我们的一个路径的意思 路径 同学们 我们倒着来 你看 这里的所有要求都告诉你们了啊 pass是路径的意思 普遍能弄吗 图片它不是一个ob界工程 ob界是一个三维模型工程啊 我们选的这个pass 现在 场上面没有遮罩 那这个路径是怎么做的呢 嗯 同学马晓东说有透明通道就可以不行啊 这个跟我们刚才的 跟我们上节课 foam的例子里面图层是不一样的 你们把图层给搞混了 它不是图层 它是ob界模型啊 同学们 它不是图层啊 再去回顾一下这个课啊 你们搞混了 把两个知识点给搞混了 把我们点击这个pass 它两个 它需要的是一个什么路径 那么我选择下面这个图层 给它画一个路径 哎 你发现 现在粒子呢 是不是 粒子啊 去让它产生了一个 由刚才路径的一个位置信息 好 我们把这个点数加多 它就会加的密一点 我们放大看 这里的是个 每个遮罩的点数 你加多 它就变得密一点 你减少 它就变得稀疏一点 还有我们的这个细分折兆 你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 它只有一个什么顶点上面有点了 有例子了 你如果把它勾上 它就是路径 沿着一圈路径 都存在 都存在 下面的颜色啊 等等的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透明 实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从文字获取路径 仅在文字图层 看到这个字 仅在文字图层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去打一个字 这个字呢 比如说 太大了啊 打一个番茄两个字好了 然后给这个文字图层去添加我们的效果 Rubit 然后呢 把它加一个基本形态 我们的paths 再加一个点 points 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不是有我们刚才文字的路径 它去做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呀 做成了我们这个字的效果 它变成例子 所以它这里说仅在文字图层 你这个必须是在文字图层上面加效果啊 并不说用纯色图层去驱动文字 这个能够搞清楚吗 这个还挺好看的 其实有时候这些效果 OK 让我们回来看 下面呢 有个叫做复制 同学们 这个就很有趣了 这个相当于我们什么呀 相当于我们的 嗯 我把概率的相当于我们的中继器你们能够去理解吗 也就是我们现在啊 新建一个形状图层 然后呢 我们在形状图层里面去添加 去添加一个椭圆 添加一个填充 你现在是一个对不对 我想把它给复制 复制你们会不会这么做 去给它复制图层 复制图层有好多个 但这个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你们去添加一个中继器 在中继器里面呢 有副本 你直接可以添加好几个了 这个叫做中继器 那我们这个复制 其实跟中继器一模一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是一层 对不对 我们去给它总数 总副本 给大家加个五层吧 五层之后呢 我去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给我们 从刚才这个图形往后去复制了五个 复制了四个 一共合起来是五个啊 同学们 几出深度是他们前后的这个关系 它只能前后啊 它不能左右 你需要左右的话 你需要去控制什么呀 控制这个方向 C啊 不过这个方向其实只能是前后 同学们 几出深度是调整它的这个 他们之间的这个间距 然后呢 复制方向是 Z轴 你现在从它 往后复制是Z轴 负Z呢 负Z是从它往前复制五个 是负Z 两者是中间这个 在这里复制两个 在这里复制两个 这个叫做两者 然后旋转的一个中心 它控制的是下面这个旋转的参数啊 比如说 对它只能前后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样做一个旋转 我们这么做一个X的旋转 结束的旋转 开始的旋转 这个你们去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例子的这种翻页的效果 然后我们用这个旋转中心 其实去操控的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旋转的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心在他们的这个一圈的中间 那么它就可以围绕这个旋转 以它为这个半径做这样的旋转 以它为中心啊 那如果我们这个中心往上移呢 往上移它就会以它为中心做这样的一个旋转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中继器的一个效果 只不过它的中继器的方向只有前后 它不能左右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跟中心没什么区别 这里参数什么Y旋转 Z旋转 应该对于你们来说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你看Z旋转 好了 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的开始缩放 你看我如果开大了之后什么呀 它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它会随着这个放大 随着这个缩小 如果我们是负数呢 随着我们的开始去放大 不说是缩小 应该是开始去缩小 如果放大的话是 我们随着开始往这里放大 那如果是结束呢 结束就是从我们结束开始放大 这个你们自己去实操一下 就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了 好 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个 Paths路径 围绕我们的路径 形成了一颗粒粒子的形态 只有粒子可以操作吗 因为这是粒子的插件啊 这怎么是图片呢 图片的话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能不能用精灵呢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把每一颗粒子都变成一个图片 当然如果你用图片的话 你自己去用中继器 应该是可以做到吧 我想一下啊 用图片可用自带的效果 好像也有一个缩小 嗯 所以这个是粒子插件上面的一个用处 并不是图片 好 那我们来选择它 删掉我们的这个Paths 我们来看Lias啊 现在Lias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笔记 Lias呢 是我们的一个图层的意思啊 图层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加上去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选中这个图层去选中这个Lias 那到底啊 在这里有什么呢 第一个对象类型是灯光 那顾名思义我们现在场上是不是要有一盏灯光存在 去新建一展点灯光啊 新建它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摄像器先关掉 新建它 直播通知说 哎 我没有看到粒子呀 应该是这个点灯去驱动一颗粒子存在这里 那是因为被我们这个视图挡住了啊 我们去视图显示空间关掉 你可以发现刚才我们灯的位置是不是这里有一颗粒子啊 所以这个就是灯光驱动粒子 我们之前这个P粒子和放门粒子其实也都有做到过这样的效果 只不过它在我们的Lias里面啊 我把这个给打开来 然后呢 他在这边说灯光类型是点灯光 那我们新建的是点灯 那聚光灯是怎么样一个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聚光灯 哎 聚光灯呢 它也是驱动一颗粒子 但是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我们后期啊 比如说添加两盏灯 看到没有 试图给它 哎 关掉 聚光灯呢 它是会在我们两盏灯中间产生粒子之后连接一条都是充满粒子的线 但是如果我们是点灯的话 如果是点灯的话啊 它只会产生哎 所为两盏灯的位置的一个点灯 点的粒子 它中间不会去产生这条线 这个就是我们点灯和我们的聚光灯的一个区别所在 好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呃 我们现在还是把灯光给讲完吧 好吧 把灯光讲完 这里有个凹赖词凹赖词就是我们灯光的名字吗 你这个灯光名字用A 那他现在场上没有一盏任何一盏A的这个灯光 我们去给他变成A 你看A的可以被驱动啊 这个跟之前的没什么区别 那我现在把它给删掉 我就用allet就可以了 都驱动 然后从图层获取颜色 现在如果勾上的话 我们灯光是什么颜色 它就是什么颜色 我们灯光是什么颜色 它就是什么颜色 那如果把它取消呢 它就是默认的 可以自己去调解这个颜色了啊 从强度获取透明呢 现在灯光呢 是有一个强度的 在这里 你把强度开大一点 它就更实一点 你把强度开弱一点 哎 你看他的这个透明度就没了 它就慢慢的变淡了 嗯 好 我都把它给勾上啊 好 这个复制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同学们 这个复制就刚才我们说的呀 是不是 现在他们是一个点 我给他复制一下 复制五个 他在前后排成五个点 把前后排成五个点 然后现在其他的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聚光灯 你看到没有 现在如果把它改为聚光灯 里面会有一个参数不一样啊 唯一一个参数不一样 我先把这个复制给改回来 唯一一个参数不一样呢 就是他现在这个颜色呀 你看 它的颜色和中间都有粒子啊 因为我现在一个灯是红的 一个灯是白的 它会形成这种渐变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如果零点数量给他减小 减成零 它无非就是一个点了 减成二 二就是首尾的一个点 如果开大呢 它慢慢的中间点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它就会形成一条线 那如果我给他加这个 把它给拉远 再加一个旋转吧 再加一个旋转 我把这个线 给它拉下去 就可以类似于做这种 其他可以做一个DNA链条的 把这种网格的样子 它说是可以做的 为什么叫点线面粒子插进的 它的这个亮眼之处就是点线面 才能做出一些很好看的点线面 OK 来同学们 到这里一步 到这里都能明白 同学扣个一 我们现在讲了这个 Promitive OBG Path和Layer的第一个部分 Layer里面还有第二个 叫做3D图层的 到这里都能明白 能让它动起来吗 动起来K一个针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先 我们先继续讲下去 然后待会可以总结的 然后同学们也要看一下回放 自己去实操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去实操 你不实操练 你就光看 你觉得明白了 没有用 我们来这里 选择这个3D图层 对 要慢慢消化 选择我们的3D图层 3D图层 什么是3D图层呢 同学们 你们来说一下 有哪几个3D图层 首先 空对象 我新建一个空对象 我给它开启三维 它也叫3D图层 然后呢 我新建一个纯色图层 我给它开启这个三维图层 它也叫三维图层 所以所有的三维图层 去驱动我们的这个 粒子怎么去做呢 但是有些是没有用的 有些是没有用的 我们一个来看 下面的这个参数 这个稍微是重点 稍微要去理解一下 第一个noise noise noise是所有的意思 noise应该是空对象的意思 说错了 同学们 noise是空对象的意思 空对象 我们来看笔记 你看noise是空对象 这个是noose吧 不是noise noose noose是空对象的意思 也就是现在我们新建一个空对象 但是这个空对象 为什么没有驱动粒子呀 同学们 高靠你们 那满足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它是三维图层 第二个它是空对象 那我现在新建一个空对象 它为什么驱动不了这里的粒子 为什么 同学们 其实有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对 我三维图层没有打开来 它不是一个三维图层 选择它 哎 你就看到了 你被发现 现在我就驱动了这个粒子 是不是驱动了这个粒子 对没有开三维啊 然后这里就是改变我们的这个纯色 不是纯色的空对象啊 那是口误 今天改变我们空对象的名字 你是把它改成就现在online也是是所有的名字都可以 你要把它改为a 那你就只有a的图层可以了啊 这个我不演示了 从图层获取颜色 现在呢 我是一个白色的图层 空对象一般都是白的啊 这个如果你要改颜色 你取消掉 这样去改 空对象一般都是白 其实 好 我们继续 下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地方 像这里你们都是可以明白的 都刚才重复过了啊 好 我们把这两个删掉再来 刚才我们是lios 然后呢 这个是点的渲染 我们继续来看啊 现在三维图层空对象我们讲完了 现在是av图层 av图层意思是可视图层 同学吗 可视图层 你可以看到的三维图层 上面是你不可以看到 空对象是不是我们不可以看到的 下面是可视图层 可视图层呢 包含着我们的一个纯色图层 形状图层 还有等等的纯色图层 比如说我这个颜色是我们的一个红色 我把它给缩小一点啊 你看 然后呢 我们再去加一个形状图层 新建形状图层 然后呢 给它添加一个填充 给它添加一个矩形 放下面啊 填充是我们的绿色好了 把绿色 然后把它变大一点 OK 现在是这两个例子 我把它开启三维图层 我要去驱动它们的例子 这个叫做AV图层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点啊 看大一点 我们去啊 侧面看 因为你现在看到它是不是没有呀 我们去新建一个摄像机 我们去侧面来看 也被发现 同学们 这里是不是有颗粒子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看 我们的一个纯色图层 它能驱动例子 但是我们的形状图层 不能驱动例子 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个原则 开启三维图层的形状图层 也仍然驱动不了 我们的点线面例子 所以我们就把形状图层给删掉了啊 来同学们 这个能理解吗 这里的这个AV图层 可视图层 不包括我们的形状图层 它只能包括我们的纯色图层 那我们的纯本图层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纯本图层 我打一个字啊 比如说番茄 0808吧 0808随便打啊 然后我们去把摄像机关掉 我把这个字改小一点 移过来 我把它也开启三维图层 然后你会发现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它也去什么 驱动了这颗粒子存在 所以同学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AV可视图层呢 包含的是什么呀 一个是纯色图层 一个是文字图层 但是前提条件都是3D开关打开了 前提条件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选择我们的所有3D图层 所有3D图层 是不是 一个是我们的文字 一个是我们的空对象 我把这个空对象移一下 是图显示图层空间 那我把这个空对象移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形 纯色图层不是形状图层 纯色图层 我们去看侧面 看到没有 这样就明显了吧 到这步能跟上吗 跟上同学 扣一个3 扣一个3 我看一下 这个有我们的粒子 有我们的图层去驱动粒子 有这个点粒子能干嘛 后面会教你们怎么去做综合案例的 你们现在只要明白 它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之后会做到空对象的运动 位置信息 去带动我们里面粒子的位置信息 搭配其他的参数 可以做到好多效果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继续 还不懂吗 不懂 我们待会快速总结一下 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继续讲下去 然后在这里 你会发现从图层获取颜色 图层获取颜色 它只能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什么 纯色图层去获取颜色 可以看到纯色图层原来是红色的 它的粒子也是红色的 其他的都不会读取我们 这个自带效果的颜色 我的自食绿的 但是我的这个颜色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我们的灰色 如果把纯色图层改个颜色 比如改成蓝色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粒子 你看它的粒子 这颗粒子仍然是被它带动的 好 那我们这个gmature里面呢 所有的一个基本形态都讲完了 这两个不用 我们不去管它 来 所有同学们 到这里都能跟上的同学 抠一个6 不明白的同学现在提 我们在总结环节了 我们先把这一块给搞清楚 不然后面你们跟不上 我们现在这一块先把它搞清楚 不同同学现在直接问就可以了 不同同学直接问 我把笔记给你们拿出来啊 其实你们可以搭配着笔记看会更加明白一点 我们是不是刚才讲了这个 明白了现在和ob件 那这两个一个路径更简单了呀 路径是不是就是你门板画一圈 那么它的粒子就会围绕着你这个路径 走一圈的路径 由粒子形成了一圈路径 那如果我们是什么 这个prometheus prometheus它就是一个什么立方体呀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立方体和球体的一个形态 其他没有了 你是要立方体呢 还是要球体啊 OK 那我们继续了 同学们 我们的基本形态讲完了 我们继续了 我们接下来要讲我们的这个渲染 这两个是一个重点 这个明白之后 我们来讲这个渲染了 它两太像 所以要实操啊 实操了就可以了 来 我们来看 刚才我们的这个粒子 是不是都是变成点的模式呀 你看 它一开始默认会先生成什么 点的模式 点 然后我们给它变成一个prometheus 变成立方体 我把这个点给开小一点 现在是不是由我们的点去形成我们的一个立方体的形态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Lines是什么意思 Lines是线的意思 Bates呢 是面 也就是第一个是点 第二个是线 第三个是面 第四个是三角面 第五个是光束 光束 我们来先看点吧 点无非就是 每个粒子的大小 现在是2 每颗粒子现在是2 那如果变大呢 它就变大一点 变小就变小一点 从顶点啊 顶点获取缩放 取消掉之后 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啊 大小去改变 我们外来是不是说了 这个叫做Plexus 我们把立方体的大小 比如说 稍等一下啊 把立方体的大小变大 但是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 零点的一个 每个点的缩放 那如果我们把点的这个缩放 不受它影响 你就可以取消勾选 受它影响就勾上 啊下面偏移呢 这个偏移就很有趣了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个只是点的偏移 如果我给它加个线 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不是点线面粒子插件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只是影响了 我只是去改变了这个 放音词 点的这个位移 我去把它给移动 你可以看到 它把点给移开了 但是线仍然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呢 就是去影响什么 点的位置信息 影响我们点的这个位置信息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从顶点获取颜色啊 从顶点获取透明度 刚才其实什么都是一样的 这个没关系 啊 来讲一下这个精灵吧 同学们 这个精灵是不是很眼熟了呀 之前Foom也有精灵 P也有精灵 那这个精灵是怎么用的 来你们说一下这个规则 说一下两点规则 我们精灵必须要满足两点要求 才能够去实现驱动 首先第一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对首先呢 有同学搞混了是英文吗 首先啊 我们的合成大小 要么就是100乘100 要么就是200乘200 那我把它改成100乘100吧 精灵啊 不是说新建一个纯色 刚才有很多同学 对于之前的这个课程的知识 有点遗忘了啊 去回顾一下 然后呢 画面中有几个元素 他就是放几只 比如说我现在 给他放三个元素吧 好吧 我现在给他放三个字母 三个字母 ABC A 对几个就几帧啊 A 好复制一个 B 再复制一个 C 然后选择他把它变成一针 右键 这个关键针辅助 把它序列图层 那他就自动给你排序了 ABC这样排序 他可能CBA排序 没关系 好 我们回到这里 把精灵图层给放到下面来 然后呢 选择我们的点这里 选他 点他一下 在这边就可以调参数了 比如说精灵 把它选择我们的精灵合成 把这个眼睛给关掉啊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叉啊 把他这个点啊 是不是大小开大 不开大你就没有这个画面了啊 例子太小了 把东西嘛 那这部应该没有问题吧 跟之前的都一模一样啊 昨天完了一天这个感觉没有简印方便 简印怎么说呢 简印我可以跟你说实话啊 在以后的 在以后的这个剪辑里面 你不管是工作还是项目 你专业的人永远都不会用剪印 他只是一个懒人工具 就好比你如果图方便 你想让他看到他以前的预设很多 没关系 你用一下 挺好看的 但是你想让他做的更加优秀一点 他很多预设 他改变不了他里面的一些东西的 肯定是得自己去做的啊 好我们来看 嗯 我们来看啊 在这里呢 这三个英文分别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第一个看顺序随机 第二个随机静止 第三个随机循环 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一个 他就会播放 你看 画面中 第一针是C 第二针是B 第三针是A 他是随着我们合成里面 第一针是什么内容 他就给我们放什么内容 最好比我们之前放我们例子的 什么呀 当前时间 对不对 所以他这些参数都是一样的啊 同学们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随机静止 我们把这个立方体啊 改成一层吧 这样看起来太乱了啊 我们来看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什么 随机静止 就是他随便啊 他这个例子随便找一个 然后呢 选择之后他就不会变了 你播放他就不会变了 啊 再怎么播放都不会变了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缺点 他的一个bug 你可以说是他代码的一个错误啊 也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首字母和尾字母 他是不会识别的 你看到没有 他没有一个字母是C 他没有一个字母是C 啊 这个怎么去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合成啊 这个精灵合成 把它多加一层改为4 然后呢 我们把它 把他们两个往后退一点啊 退一下 把它复制一层 这样子做 让他两个C 前面是两个C 那我看一下有个C了 你看现在有C了 但是有C没有A了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变成什么呀 变成我们的五针 啊 变成五针 让这个屁股后面的这个再去多一个啊 那么他会因为他不会识别你手针跟尾之呢 他是一个可能翻译的原因 或者是啊 我给你们是破解版的 破解版他就会出现很多错误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去啊 去组成这种效果 你看他还是没有A 那也没有办法了 他这个就是局限性在这里 所以我们一般用这个精灵 如果你出错的话 我们就用其他的去除用精灵的方法 我看一下我改成6 可不可以啊 6 我再就复制一个 哎 我把它变成三个看有个A 还是没有A吗 还是没有A啊 那没有办法 软件自身的一个错误 对前后提前直接顶掉 但是你看啊 现在有A了 现在你看到没有 ABC都有了 刚才应该是卡了啊 就是这种方式 同学们 不用复制这么多个的 你复制 12345复制五个 中间是我们要的 前面这里都把它给顶掉就可以了 让他首尾没有 那首尾没有就可以了 好 你看这个随机循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同学们随机循环 他也是有这种错误的 你也只能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式 让他去顶掉 前后屁股把它给顶掉 只会出现中间的 好 好 我们来看这里的 normal 乒乓和phrase是什么意思 normal就是普通吗 他播放 你看普通的 乒乓呢 哎 你看 是以这种有一种卡卡的乒乓球打的那种感觉 他显示的这种动画的感觉不一样 phrase呢 啊 phrase 我们来看一下 哎 你看 突然一卡 哎 突然一变 这都是一样了 看到没有 啊 所以我们一般默认是第一个 normal 正常就可以了 像这个phrase 随机种子 你把它打开来 可能会不一样点 我看一下 啊 这个就是让原来不一样的 最后变成一样的 你想要做这种效果 就可以用这个 第三个啊 我们选择normals normal 啊 其他这个点透视感知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一个尾三维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有前后层 我把它选择他点击我们的promeves 把它是一周来几个 你有没有感觉 给他来个五层吧 有个感觉 他是一个有后面有厚度的 我们是正面看过去 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出来 他有个厚度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点 啊 点透视感知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他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大一点 他最后一个让你感觉小一点 近大远小的这种感觉 用这种错觉让你去看到 哎 他是一个三维的 这种感觉 但他其实真的也是一个三维的啊 你看我用摄像机 我用摄像机 你看他也就是一个三维的 好了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上半节课呢 讲了这个 G-Meture和我们的渲染里面的第一个点 啊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讲这个线 点线面嘛 线面三角面光束了 OK 我们来休息十分钟 今天休息十分钟 我们就听个歌吧 好不好 老师去灌个水 嗯 我们休息一下 你们要看动画片是吗 也可以啊 动画片也可以 我给你们看看动画片吧 对 最主要是现在一个形状啊 OK 我看下这集是哪集 这集好像看过了是吧 来同学们 我们先来上课吧 好吧 来我们来上课 来准备好同学 课个1 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这么快今天还行吗 今天可能小学小休息了三分钟 没关系 我们早点上课完把这些点讲完 以前可以看看好看一点的这些视频啊 没关系 万有什么我觉得找的好的一些视频分享给你们 嗯 那我们从这个线开始吧 露脸啊 这露脸我会结束的时候会给你们露脸的啊 不用担心 而我们在这里面刚才说过了 一三是必须要同时存在的 那我们这个基本形态呢 还是仍然变成这个立方体啊 现在没有三 刚才我们讲了点的渲染 点呢 你看 他就是一个点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添加啊 线 同学们记住了 这个并不是说只能是四选一啊 你可以同时存在的 有没有发现 他可以有点 有可以线 然后基本形态 那么他就是什么点线面都有 鼠标点一下这个line 在这里呢 有个叫做最大顶点搜索数值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啊 同学们记住了 这个线的一个原理 现在我 试一下就给你们看好了 我两点之间可以形成一条线 对不对 这个是以前的小学的知识了啊 两点形成一条线 那我既然这里面有两个点 那我这么远也有两个点 我甚至什么呀 对角也有两个点 那我之间是不是也可以形成线呀 啊 当然是对的 但是呢 他会被我们这个操控 也就是你大于十的像素之后 他的点就连不起来了 比如说你这个点到这个点 可能是十个像素 他可以连线 但是你这个点到对角线 这个点绝对没有 是绝对是超过十个像素的 他就连不了这条线了 这个就是控制 好像我刚才说错了 这个才是最大距离才是 最大距离才是 这个最大顶点数值是 现在我一个点可以跟十 最多可以跟十个点连接线 我刚才这个眼睛看错了 来同学们 来我们再重新捋一下啊 这个最大顶点搜索数值是指 我这个点可以同时跟最大啊 最多十个点去连接数值连接线 你如果开多一点 他的线就会更变得更多 真的明白吧 来同学吗 明白同学 酷个一 这个能明白吗 刚才啊 我是说反了 我把上下两个参数给说反了 嗯 对 然后下面这个最大距离是指 我这根线和啊 我这个点和还有个点中间的连线 最距离最大是100 超过100了 他们就连不上了 比如说我这个点 把它变成这个点 我改成1是不是 你看我改成1 看到没有 改成1它就没了 因为一个点怎么连线 两点之间连成一条线 两点之间连成一条线 可以发现没有 哎 他们两个点之间连成一条线 那我如果把这个最大距离改小呢 你看到没有 改成52的像素 现在啊 这两个距离明显是超过52了 那就连不了线了 如果把它改大 哎 他们的距离是可以连的 我甚至改的更大一点 让我如果改的足够大 可以让他跟他相连 能明白吗 啊 这不是初中的课吗 啊 对啊 这初中课 啊 我们把它给重置一下吧 同学吗 重置一下啊 嗯 我把它给改小一点吧 我把这个立方体啊 不要改这么多 改成一层 两层 两层 乘以两层 啊现在是两层乘以两层的 然后point我把点变大 那同学们我现在为什么没有线了呀 来考考你们 我现在我只不过是把我们的什么呀 这个层数变少了 那为什么没有线了 连不起来了 为什么 是哪个参数影响了 高考你们 像素不够不够吗 对距离啊 因为你刚才有这么多层 也就是你刚才有 四棵树 四棵树 一百米有四棵树 但是我们现在一百米就只有两棵树了 那么这两棵树中间的距离是不是变大了呀 变大你就要去增加这个线的什么最大距离 看到没有 我需要把最大距离开大 他们才会连线 否则他们连不上 我们来继续看 从顶点或取颜色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取消掉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操操控颜色 如果你们勾上的话 他就是受我们的这个 Promitive的颜色影响 所以这个呢 就是跟刚才点一样的 从顶点获取透明度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不是很眼熟啊 跟我们那个生命期不透明度 生命期大小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这个距离 到这里的距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线都是10的 如果超出这段距离 也就是如果我这边啊 我把这两个距离给拉宽 哎 可以发现 现在我这一段距离到这一段距离 也就是我们现在图表上的这段距离啊 这一段距离到这段距离 他的线是10的 然后他会慢慢的越来越虚 哎 越来越什么呀 透明度越来越低了 所以他的线是由一根10的 慢慢的变虚的这样那个过程 这就是这张图 那我们选择这张呢 这张图就会过度的自然一点 这张图呢 你看特别低了 这张图两边是虚的 中间呢是特别实的 中间是特别实的 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同学吧 同学吧 有没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啊 fail什么意思 fail是填满的意思 点一下 他就填满了这个图形 然后这个flip呢 翻转 也就是刚才我们这样的形状 我们翻转一下 让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下面的smooth smooth是不是我们说过的柔化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随便画这里面鼠标 你可以点击里面随便画 画了之后 你看很尖锐 对不对 我们把它给柔和一下 所以这个就跟之前 我们生命器不透明度 是一模一样的啊 我把它给重置一下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下去了 现在这里都不管啊 我们要等到综合实战的时候 会跟你们说 然后线也已经讲完了 同学吗 你看现在我这个 是不是又有点又有线 基本形状是一个立方体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 一加一加一等于三 那这个啥用 这个就是做一些什么呀 科技性的一些规则形状啊 同学们现在啊 今天没有作业啊 今天没有作业 同学们现在就是还不懂 到底能够运用到哪里 等到我们拉偏的时候 明天拉偏 或者是周一的时候拉偏 我会带你们知道 你们会一眼看到啊 这个效果是用p粒子做的 这个效果是用 放木粒子做的 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啊 所以现在我们先把这些基础的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现在来选择 现在我们点线 那我们来选择面啊 我们来点击下这个face面 来看这个 你看点线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面 这个面呢 是四边面的意思 我们去选择这个面啊 face 把它最大距离开大 不然它就是没有面呢 我应该先给你们看一下实际案例 嗯 因为我想的是我们去把它给都学会之后 然后让你们自己去动脑 看一下我们实际案例到底是可以怎么去做 如果我给你们看到实际案例之后呢 你们会想的哎 我用这个效果来老师你给我演示一下 那你们就不会自己去思考了啊 所以我们先学会软件再去看吧 ok ok 那下次我会可以给你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其实都差不多 一共有三种例子 我们这个今天学的就是最后一种例子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哎 其他都没有什么去管的地方 因为其他什么从顶点获取颜色呀 从顶点获取我们的透明度等等的都没关系 这里都参数一模一样啊 知道其他的你就会知道这些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最大距离 啊最大距离你看到没有 足够大 他就会把这个线形成了一条四边面 四边面 但是一般我们这个用的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很假 我们一般用这个比较多 嗯 用这个比较多 tangulation 这个三角面 tangulation 穿应该这么读吧 tangulation啊 点击下他 把这个face我给关掉了啊 我把这个呃四边四边面给关掉了 这是三角面 三角面这里是 三角面顶点最大值 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三个线形成一个面 那我在这里有几个三角面啊 有一个三角面 有两个三角面 三个四个就甚至里面有好多个 那我们这就控制了你可以生成几个三角面 删掉就可以了 delete 啊要调哪个参数呢 分别是点一下在这里的参数 他的参数就是调他的 你底下线他的参数就是调他的 好 这里都能跟上吧 嗯 现在啊三角面之间这两个参数 跟我们刚才的这个线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这里啊你们都不用去管默认就可以了 这里的一些参数什么 从顶点会去颜色呀 透明度啊也都是一样的跟之前的 啊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现在呢是什么 从一开始到中间它是比较实的 然后越来越淡 你看从 远的啊从这里也一开始是比较实的 然后我们把它变得比如说 啊去调整这些参数 也就是控制这个面的虚实程度 越远它会越虚啊 这个是先淡后实再淡啊 我们来看这个面 这个三角面吧 先淡啊 现在三个点 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形成这个面 先淡了 然后中间是比较实的啊 你们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其实一般我们搭配这个三角面用的最多 点线三角面啊 这个face一般都不怎么用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这个光束吧 光束跟我们的线很像啊 稍等 添加我们的光束 光束beams啊 但是beams有一个跟我们的一个线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只能是两点形成一条线 他不能说哎我一个点可以跟更种的各种的点去形成线啊 他只能形成一条线 两点形成一条线 他是很规则的 比如说我们来这里看 现在啊 这个光束同学们 我们先去不理解 我们先不去理解他这里的什么对象啊 群组 因为这个我们之后在做爱领的时候会带你们认识 你们先来看这个时间 时间呢 控制的是我们线条的一个什么长短 你可以理解为修剪路径 你可以做这个动画 单转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是从这个点往这边生长 现在是从这个点往这边生长了 然后我们连接末端是什么意思呀 连接末端是指哎 你可以看到 他连接他 他又能连接他是两条线 但是呢 他始终是中间是重复了一下啊 然后还有开始后度和结束后度 开始后度 开始后度 结束后度 因为我把它给翻转了呀 我翻转回来就是这里是开始 这里是结束 就是哪里开始生长 哪里就是开始的 然后这个结束后度 这个跟我们的修剪路径很像啊 好 那同学们 那你们来说一下这个线跟我们的光束的区别是什么来着 刚才我刚刚说过的两个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以后要做干净的线 就比如说我就想做一个两点中间连一条线 但是我这里的点用的很又有很多 我只是想要单简简单单的 这两个点连成一条线 这两个点连成一条线 你们用哪个做 你们用哪个做 你们用线做呢 还是用光束做 那如果你们想做那种很有纵深感 很有科技那种错终复杂 有好多的这些线连在一起的 那你们用哪个做 你们是不是用这个线做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能明白这个两个区别了吧 好那我们现在都删掉啊 这里来同学们 那现在这个一和我们的这个三 这个渲染都讲完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啊 基本形态 基本形状讲完了 然后呢 点是点线面三角面光束也讲完了 那同学们到这里来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同学扣一个6 有问题同学可以现场直接提问题 我来再带你们来做一下 回顾一下 啊 我们现在总结的阶段 把这两个先搞懂 我们再继续 我觉得啊 这个对你们来的难度就是在于 它是一个英文的 如果它是中文 你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一点 但是呢 我破解啊 只能帮你们破解到这里了 只能帮你们破解到这里的参数变成中文了 它上面还是英文的 呃 都没懂是因为你们是中间来的吗 还是怎么样 你不能说我现在全部给你们重新去讲吧 全部重新讲 肯定时间不够的呀 对不对 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讲到这里了 你们如果不懂的话 看一下回放 我想要的是 比如说有同学说 哎 我obj不懂 或者是我哪一块是没有懂的 那我给你们来讲一下 如果你们是中间来的 比如说你们在上课 已经上了半小时才过来听课的 那肯定都是没有跟上 听不懂的 看一下回放啊 我们要按照大部分同学的进度来继续的 不然今天课肯定要脱堂了 交代码的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 这些英文应该没有难度啊 来同学们 那我最后再问一遍 能理解同学 扣一个6 能理解同学扣个6 然后呢 如果有个别你们有知道的啊 你们有知道的没有懂的 那你跟我直接说 啊 张晓鲁同学说你讲我就懂 你不讲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实操 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软件拿出来 跟着我这个实操啊 一定要跟着他实操 OK 那我看大部分同学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同学们对于英文不太了解 啊 我再强调一遍 英文不了解的同学 不理解的直接提问题啊 如果都不理解 那只能说同学们 现在还是需要好去消化一下的 啊 同学们 我把这个笔记给你们找一下 放在哪个位置 稍等一下 放在上课课件 放在这个上课的课件这里啊 有个叫做三三十三节课笔记 好好的把这些给背下来 我希望下次你们是背下来的 背下来的啊 消化不良 吃那个什么胃药来着啊 OK 这个呢 其实同学们都有个过程 你现在如果我让你们马上理解 其实也是很难的啊 当然同学们如果看一遍 然后去实操一遍 再看一遍 我相信你们都明白了 但是给你们提一个要求啊 提一个要求 一定要背下来 像这种 为什么 其实我都不用看笔记 我都知道这是干嘛的啊 这是涂层路径 获必见 你们可以去背下来的 这是你们有能力去做到的 不要给自己有一个松懈的一个借口啊 给你们个目标下节课 我会考你们这个英文的下节课 也就是明天的课 我直接会来把这个插件拿过来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直接回答 不许不能再看这个呃 你们的什么笔记了啊 背下来 我们继续了 同学们 我们接下来讲我们的effect 也就是我们的效果器了 我们现在添加一个点啊 添加一个primitive 对做多了也就会了啊 把这个primitive呢 去稍微改少一点吧 把它变成五乘以五啊 啊五乘以五 这个好像也有点多啊 五乘五乘五好了 这样子 这么一个立方体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去加上一根线 去给它加上一根线啊 ok我给它加 还是加线嘛 就加线啊 移上来加线 这根线最大距离给它开大一点 ok你看现在呢 我是不是做到这种效果 点线面都有了 是不是立方体的一个基本形态 有点有线 好参数都调好了 现在做出这种类似于呃 钢筋摆架的一些骨骼等等的 那我们来看这里的effector 第一个noise noise呢 是造波的意思啊 造波 第二个是啊 这个container 这个是容器的意思啊 这个第二个你们不用去管 第二个用的不多 不用去管 第三个呢是变换全局变换 而第四个是color map 第五个是我们的share the effect 第六个是声音 sound啊 你就想知道大象怎么做啊 没问题 待会我们这里讲完 就告诉你大象怎么做 其实你昨天如果放我们去学了 你就知道这个大象是怎么做的啊 大象的原来的这个 这个是怎么做的吗 3d图层啊 ccd里面 你用模型去搭建一个 然后导出来就可以了 呃 cd我这边没有下 我没有下 到时候我下一个给你们来快速的 用五分钟来演示一下吧 去搭一些模型啊 ok 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现在我们先来第一个好不好 我们先来第一个noise 这个noise是造波的意思 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啊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纯色图层 新建纯色图层吧 效果啊 我们家这个form 我把眼睛关掉 刚才我们的noise 你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一块 分形场这一块 物理学嘛 分形场这一块啊 分形场里面的湍流 啊 湍流场或者是我们pd子 也可以去说 把它删掉 效果 嗯 pd子 啊 你可以理解为刚才的noise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学 然后呢 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图安流场呀 球星场 就是里面各种的这些参数 里面的这个各种参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了 选择这个noise啊 第一个顶点 然后呢 这边有个应用到这个顶点 那么他只会影响到什么 只会影响到点 这个缩放呢 是大小 第三个是颜色啊 点 点是位置的意思啊 同学们 点是位置的意思 我们来一个看 先是这个点 噪波幅度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影响了什么呀 影响了他的这个位置信息啊 是不是就像喝醉酒了一样 把他这个位置信息给影响了 但是啊 同学们 这个是一个形态 他不会动的 他跟我们刚才的这个p粒子不一样 他不会动 你需要去给他打表达式 或者是手动k针啊 这个呢 是其中一个 那如果我们是缩放的 哎 你可以看到 他通过我们的这个造波去改变了里面粒子的大小 和线的这个大小 哎 有的地方有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之前这个form粒子一片里面 有一个影响危险 位置影响大小的那个作用啊 有一圈没了 也是一样的 颜色 哎 影响的是他的一个颜色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你们自己去持操一下就可以明白了 或者是红的 绿的啊 等等都可以 啊 我们来这个影响位置来看好了 造波细节啊 我们开起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造波x缩放 控制的是里面 这一张造波图的一个什么呀 大小 这个造波缩放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之前P粒子和我们的 波姆粒子学的F缩放 还有印象吗 同学们 对于F缩放有没有印象 同学们可能还是需要我给你们打开来去看一下啊 等一下 你们现在这个课程呢 还是得巩固一下 对 这个缩放 这个noise的缩放 这里的这些缩放 和我们之前学的 比如说哎 我们把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 泡米粒子拿过来啊 我给大家做一下旋转 哎 我们要旋转过来 一层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去修改什么呀 修改里面的这个 嗯 稍等啊 等一下 哎 风行场 有一个什么影响尺寸 你看有个影响尺寸 这个影响尺寸 是不是相当于刚才我们这个noise里面什么呀 影响这个缩放 他们俩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用在什么点线面粒子 一个是用在这里 对F缩放一定要配合使用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位移啊 让它上下幅度 但是呢 在这边有个叫做我们的什么 F缩放 去调整里面这个幅度的一个大 大小 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对不对 一样的啊 这个呢 去操作我们的一个 让他变得大一点 这是X啊 他自己都分开来了XYZ 让他X大一点呢 还是A Y大一点呢 还是Z大一点啊 然后呢 这里的整体的这个偏移 X的偏移 A Y的偏移啊 Z的偏移 或者是我们这个造波的演变啊 造波的这个演变 来 同学们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Noise Noise 来 没有问题 扣个一 好 看到个狐狸头啊 那这个这个形状可能随便打就可能有了啊 来 同学们 没有问题 同学扣个一 这个Noise 设计同学零点三了 就这样捏出来一个大象吗 这位同学对大象好痴迷啊 大象啊 不是这么捏的 是OB界模型 待会我会给你们说的 那我给你说一下好吧 给你补下课 这里捏的是捏不出来的 来同学们 这个Noise 没有问题的同学扣个一啊 我只看到有同学哭零点三 零点二 这个很难理解吗 同学吗 嗯 难不难理解 零点五 OK 还真去实操一下啊 Noise 就是一个物理学吗 关流场 我们来看这个Transform Transform呢 是全局变换 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个什么X旋转 让它全部旋转 现在如果你让它做到这个旋转的意思 就是你把这个点 你看到没有 你这个点做一个偏移啊 但是你要把它做旋转 是没有一个数值啊 除非你去调整这个图层啊 哎 你去调整图层的旋转 但是你不能跟它 去调整图层的旋转 你要整体的纸条里面的形状旋转的话 哎 我们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Transform X旋转一下 然后呢 这个Y旋转一下 C旋转一下啊 这个是旋转变换就是位移嘛 对不对 位移啊 然后缩放 哎 你看缩放 但是这个缩放会影响什么呀 你在缩放的时候 它是改变了你点的缩放 改变了你线的缩放 改变了你面的缩放 但是你点的缩放变大之后 它的线没了 来同学嘛 为什么它的线消失了呀 来靠靠你们 为什么我在进行整体的缩放变大的时候 它的线在慢慢消失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是为什么 哎 对 距离不够了啊 这个距离是不够了 然后这个哎 我刚刚才发现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做个很有趣的动画呀 我把你放下来一点啊 来看一下 我第一针呢 哎 给它做一个缩放的值 然后慢慢的在第三秒的时候给它放大 我们来看这个动画 是不是这种像是什么科技性的一些啊 我来给你们看 我把这个颜色变成科技蓝 科技蓝好像不是个颜色啊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科技蓝 然后给它加个发光的效果 啊 这还蛮有趣的 同学吧 发光的效果 哎你看炸开来变成这种新星云了 然后最后整体就消失了 变成黑色的了 或者是你反着做 你从你从慢慢的汇聚汇聚成一个 科技性的魔方 啊对啊 是不是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呀 所以同学们 可以去做一下啊 你做的哪些 我很少做这种粒子的 我做做三维的啊 嗯 这个粒子的这些 没什么难度啊 没什么难度 没挑战性 不过你们是可以好好的学一下 以后可以用来做很多包装的 等到你们这个学好之后 我觉得呃 差不多掌握了80%了 在 因为这一块啊 我可以给明确明确跟你们说 我教你们的是 saber开始的这一块 全是以后你们会最赚钱的一部分 saber p粒子 form粒子 还有我们的点线面粒子 然后还有后面的一些综合案例 一定要认真听了 这一模块是非常赚钱的 同学吗 以后你们单子都是从这里一块 模块的知识去做的 那你们基本效果也会知道啊 有很多一些基本效果 你们当然要去了解 就记住 好 我们继续 我刚才喷卖了 不好意思 就是整体的一个变换吗 同学吗 对不对 整体的变换 啊 我们继续看下面呢 还有一个 color map啊 color map color map呢 相当于我们这个其他其实你们都不用去 去知道 因为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的什么 transform啊 等等的啊 color map 我来给你们说一下 颜色地图对 可以用贴图来做啊 我做的科技片 嗯 明天或者后天 我们就可以拉偏了 里面就是做的很厉害的一些科技片 给你们看一下啊 那我之前其实很少做一些科技片 我也不拿出来了 我找不到了 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去新建一个Promedius 来同学吗 我现在想让他变成form一样的一个平面怎么做呀 是不是在这里的立方 把他的x呢 把这里啊都变成以旧x保留 x和y保留吧 那变成一个平面啊 我想一下应该变成平面 我们这个摄像机的问题吗 怎么在侧面了啊 啊变成一个平面 然后把这个尺寸拉开来 这个就好比我们之前学的这个图层映射在form里面啊 我们再去增加一些粒子的数量 粒子的数量 现在是不是由粒子去产生了一个平面呀 你看一个是立方体的形态 一个是我们的点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加这个Color Map的效果啊 点下它 点一下它 然后呢 我们去找到贴图吧 我们去找一张贴图啊 你看这里贴图没有去连接上 找一张什么贴图呢 我随便去找一张图啊 我随便找一张图啊 我记得我们昨昨天是有图的 稍等一下 嗯 图呢图呢 我给它放下来 然后呢 预设计图都随便都随便的图都可以啊 幼儿车选的第二个同学吗 好 然后去找到这个Color Map 把它去选中我们的这张图啊 选中这种背景图把它已经关掉 现在有点模糊是因为我们什么原因啊 那是吗 现在我把这张图贴过去 他没有贴对还记得之前我们的那张 呃这个form例子里面有个什么映射道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贴好还是什么样 我们现在把这张平面啊 这个平面是xy的平面 但是我们贴在了什么啊 贴在了xz的 我们是把它改为xy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图层映射啊同学吗 图层映射 然后你把这个点再多一点 点对点越多 它就越清晰越亮啊 当然加的太多就卡住了 同学们 你看 是的 好 那我们所以今天呢 啊 我们这个gmetra所有的都讲完了 effect呢 里面的noise是重点 transform是重点 Color Map是重点 其他都不用管 其他不多 不用啊 然后我们这个render也都讲完了 所有的点线面三角面光束 好 打个组给你们来说一下啊 怎么去做的 这个打组的原理啊 之前我的同事就是呃 上个班的一个学生 有几个学生 他们都没有明白这个打组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要给你们说一下 现在啊 如果这个pointpoint现在是点 对今天的知识讲完了啊 还有个知识打组还没讲完啊 现在哎 你的这个point是点 如果我添加一个primitives是立方体的 再添加一个primitives是球体的 你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点呢 它是服务于他们两个的基本形态 能明白吗 同学吗 这个你们能不能明白 我现在一个点 服务于他们两个的一个基本形态 可以看到两个都被我们形成点了 但是我要的效果是什么 我要的效果是这个点 只用于这个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是球体的啊 我这个点只用于球体啊 那他怎么办呢 那就要打组了 选择他把它变成啊 选择这个点 在这里仅影响群组 把它变成组一 组一 选择他 只把他这个群组 把它变组一 然后你空白处点一下 随便空白处点一下 在这下面空白处点一下 选择他 可以看到 他给我们打组了 组一里面呢 一个是圆形的啊 球体的 一个呢是点 那我们现在哎 这个正方琴呢 我们再去给他添加一个点呢 然后再给他 比如说这个是群组二 这个呢 也把它改为群组二 再空白处点一下 哎 选择他之后呢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帮我们去打了一个组吗 这个点 这个基本形态 这个点浮于他 来到学们 到这个能明白吗 明白的同学 这个能不能明白 这个打组的一个原理 不用去这里打组 你直接再以我这种方式去打组就可以了 还实在不明白 我来给你们很形象的说一个东西 你们就明白了 现在哎 我这个形状图层啊 如果我画的是一个矩形 再画的是一个圆 那我如果现在给他加一个填充 加个填充 同学嘛 啊 我把这个圆给移出去啊 我把圆移出去 现在你看 我加了一个矩形 加了一个圆 那我这个填充是不是服务于他们两个啊 这个能明白吧 那我怎么样只让这个填充 只给到 只给到这个矩形呢 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是不是把它选中 右键 呃 组合形 不是组合形状 应该是打组 Country G 打一个组 你看 是不是只有矩形被我们操控了 这个打组应该都明白吧 那我如果现在再给他来一个描边 啊 描边放到外面来 哎 描边 椭圆 描边 我把它两个 去给他 啊 组合形状 就组合形状 啊 现在这个能明白吧 就是相当于 把它打组吗 这个打组跟上面打组不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原理吗 我这样讲你们能明白了吧 现在这个组里面一个是矩形 一个是填充 然后这个组里呢 一个是椭圆 一个是描边 这样把它两个点给分开来打了 其实他们原理是一样的啊 好 那其实 哎 讲完这么多 呃 有同学可能说 老师我还是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呢 啊 我给你们来简单的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们能够通过点线面例子来做怎么样的一个好看的效果呢 啊 现在首先纯色涂层 然后呢 我效果给他加一个点线面的效果 那同学们 我想要去做那种科技风格的一些啊 首先这么来吧 现在场上是不是有一个点的渲染 我想让他是立方体的 我应该加哪个同学们 我要加哪个 加哪个 我来带你们做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虽然没有作业 但你们可以去通过这个大案例 你们去实操一下 我感觉还挺好玩的 挺好看的 加基本形态的哪一个呢 基本形态的哪一个 基本形态的哪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第几个 第四个是不是啊 OK 给大家加这个第四个 哎 现在你看有这个形态了啊 当然我们要去做 没有这么多 那我们去把它修改一下 点击这个promittives 我们去给他减少一点 比如十乘 五乘五乘以五 五乘五乘五啊 然后呢 我把这个立方体变成那种 你看这种扁扁的长方形 一样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好看一点点 这样子吧 然后我要去添加线 在哪里添加 同学们 我都给你们指出来了 是不是添加这个线 好线 现在为什么 恒的没有添加 只有数的 为什么没有添加呀 再来问你们一下 为什么没有恒的 只有数的 这是为什么呢 距离不够 我们选择线 最大距离开大 OK 现在这个基本形态 有点 有点做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去添加一个noise 这个noise 我们刚才说过 可以让他有这种 你看乱七八糟的 这种幅度的感觉 那这个感觉就很好了 已经啊 已经是这种感觉很好了 那怎么让他动起来呢 去这里的造波 演变 给他打一个表达式 time 乘一个20 那我来看一下 哎 你看有这种动的这种感觉了 对不对 这种慢慢悠悠动的感觉 当然我觉得这个还不满足 因为我觉得做的不好看形态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啊 撤回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形态 比如说 再让他拉宽一点 再让他拉的窄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比如说改成4 乘一个4 再乘一个4 这样会不会太少了呀 好 再找到这个线 我们把这个线的距离再开大 这个距离也变多一点啊 这个变成15 啊 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个好像还是太多了啊 变成5吧 5太少了 10 10的话 我把这边比如说变成 12吧 啊 这样的感觉好了 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啊 然后把这个距离开大一点 拉高 拉宽 好 然后呢 再给他加一个什么 三角面 三角面 是不是在这里啊 我们的 tangulation 三角面 点一下三角面 增加这个距离 稍微增加一点点 不要增加太多 啊 增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OK 你看 这种有什么感觉呀 是不是科技玻璃线条那种感觉 到这里一步同学们 你们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就是拿之前我们做的点线面 给他做一个基本的形态 然后呢 再给他加上一个tansform 整体变换 tansform整体变换 给他旋转一下啊 这样子旋转 我们找个好看的一点角度 这个角度还不错啊 这个角度还不错 然后给他位移一下 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我们把刚才的基本形态再拉宽一点的 再拉宽一点点 哎 这种感觉 可以做钻石形状吗 这个好抽象呀 你一定要说可以做哪些形状 其实他没有这么的一个 就是钻石的话 最好还是用OB界吧 把OB界三位模型做个钻石的啊 然后我们去把它整体的旋转一下 来同学们 找到我们的整体旋转 稍等一下啊 这样子吧 啊 这样子稍微转一点点啊 不要去动图层 我可以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感觉还不错啊 我们把它给复制一层 复制一层呢 这个转子放把它给这样子移 啊移成反方向的 反方向的 然后我们把位置信息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去改变第二个 刚才我们是不是在 Noise这边打了一个表达式啊 打了一个造播细节 演变的表达式 我们把它表达式去 去做一下啊 去变成这个变成50 可以自定义形状补 这个已经是很自定 就这种如果你要去规划好什么形状 其实一般不用点斜面用form去做 啊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效果 你看 这两个感觉已经出来了 有个发现 然后我们去改变它的颜色啊 Promitive 把它变成我们的这种 嗯 这个颜色好像不一定好看啊 然后我们为什么同学吗 为什么这个线和点没有变成蓝色呢 那是因为我们去找到这个点啊 它这里从顶点获取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它也勾上了其实 那我们去找一下线 找一下从顶点获取颜色 把它给勾上去 然后我们找到第二个 这个 找到这个线啊 从顶点会取颜色把它给勾上 然后再去修改它整体的这个颜色 比如这个是青绿色 两个端他蓝色吧 啊两个蓝让他不一样一点 这个蓝好看点 这两个蓝 这样有层次感拉出来一点啊 给他们多加上一个发光的效果 发光的效果 这个也给他一个 好 然后呢 是不是这个科技性的线条 其实已经做出来了啊 当这个发的太亮了 稍等一下啊 我找到发光 发光 把它给调低一点点 OK 那这个样子是不是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让它整体的更加好看一点呢 我们就要用到之前的指使了啊 加个图层 一样的跟之前的操作一模一样 加一个梯度渐变吧 好吧 梯度渐变 然后呢 这里是黑的 这个操作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里是白的 把白的变成我们的深蓝色 再往下面来一点 深蓝色 那我现在怎么觉得这个蓝不好看了呢 这个蓝 把这个蓝的稍微改一点啊 这个蓝有点奇怪 我们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啊 这个蓝就太淡了 哎 这个还行吧 就让这两个颜色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给它打个文字 比如说 隐世后期 那变黑体 给它加粗一下 然后呢 颜色是我们的黑色比较好看啊 白色吧 黑色不好看啊 白色 放大一点 好 再去添加一个背景 去给它加一个什么呀 OP光效 好 OP光效把它放到下面来 这个OP光效呢 我们去找一些预设好了啊 比如说可以加点这个预设啊 再在后面啊 当然加在后面 好像这个颜色就有点 加在这里吧 把它亮度给低一点 OK 亮度低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纯色图层 哎 我们复制吧 啊 这个OP光效把它给复制一下 就给它加一种 这个吧 我觉得还这个挺好 这还真挺好看的 这个好了 这个也可以啊 让它让它去做一点 演变的效果 比如说在这里面 一针 一针 K个针 然后呢 我们到后面 把它这样K过来 OK 那我们看一下 当然我这两个颜色啊 点线变的颜色有点太丑了 你们可以改一下 慢慢的它就这样运动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想法的同学可以在后面加点P粒子加点这种什么一些火花的一些碎片一样的东西 我们都是可以去加的 同学们 就点线变粒子呢 就是来做这种效果的 当然这个我做的有一点丑啊 屏幕看一下 这颜色的问题吗 那透明度呢 透明度减一点点啊 透明度减一点好像好看一点点啊 实了 他实了OK 透明度减一下就好看很多了 啊 这把这个也改成屏幕看一下 来 同学们 这种是不是类似于像是嗯 嗯漫威开头的一些片段蜘蛛侠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当然我这个影视后期这个颜色可能太突兀了 我看一下黑色可不可以黑色好像不是很好看 我把这个放在底下把它盖过这种盖过层次感出来 啊同学们能明白吗 为什么我们要学点线面更多的来做这种效果 然后其实我们来同学们这个你们可以去玩一下 这个能跟上同学亏个二看一下 你们可以拿这个去玩一下 没有作业啊 没有作业 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去做一个综合案例 类似于这些 文本加个透明 又会被很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啊 哎 加个透明度其实好一点吧 你们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这个真的是这种漫威片头 我看到好多一些科幻悬疑什么电影老有这种片段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来看这个 哎稍等一下啊 我们再来 其实这个点线面还能做什么呢 做得了 你跟他老师不做一模一样做不就行了吗 做得了啊 我们点线面 哎 稍等一下啊 点线面还能做一个 我记得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点啊 因为这个很早之前 我好像有用它做过一个效果 我想一下 比如我们这个点 然后我们用一个基本形状 然后我们去给它变成一个立方体 比如说4乘以4 嗯 做一个面吧 一个面是1 1 1 想一下啊 2乘以2 OK 2乘以2 然后把这个粒子开大一点 粒子开大一点 2乘以2可能不够啊 再多点 4乘以4吧 4乘以2 4乘以2 然后把他的范围给扩大一点 这样子吧 好吧 然后呢 4乘以3吧 啊 333 哎 啊 4乘以3 再把它扩大一点 还是2吧 啊 然后给他加一个线 加根线 这个线呢 给他变成只有两个啊 然后开大 我要开1万 啊 1万好像也太大了 那我们把这个距离给改小一点点 好 我们找到这个线 我们不要这种 我们把它填满 就给你们看一下啊 大概能做哪些效果 同学们 嗯 这根线好像还是没有对嘛 我们看一下 line 我把变数字变多 但我不想让他中间有 OK 这样子差不多了 啊 同学们 这样差不多啊 然后呢 我们去找到这个 哎 我找一下啊 有个复制 稍等一下 让我想一下用什么做更加快一点 好像用我们的这个 OK 明白了 用我们的Layer做快一点 Layer 我们现在去新建直展灯 新建一个灯光啊 是点灯 点灯光 然后呢 把它排列好 因为我想把它的一个基本形状做好 我来看一下 对 点灯光 把它排好位置 把它排到这里 我随便排了啊 同学们 把它排成这样子吧 这样的位置随便排了 然后把这个点灯光 给他加个线 加线 然后呢 找到线之后 我们把它给开大 但是呢 我们这里比如说只是五个 这样子吧 OK OK 这样子啊 现在我们是不是做到这个效果了 哎 怎么样 把它的这个 我把这个四 我们把直展灯的位置再往远一点 离一点啊 比如这盏灯 啊 离一点就拓开了 这样子吧 这个形状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点 把这个点能再开大一点点 把它这个图层空间关掉啊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做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的点 我们灯光的位置去驱动了我们这根线 然后呢 我们去给他加一个看一下加个复制 给他来几层啊 来几来个五层 五层的线 五层的线可能就跟不上了 同学们 五层线跟不上 如果还是想要有线的话 该怎么办呢 啊 想一想 开动这个小脑筋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用路径 路径如果连接线 好 把这最大距离还是开大吧 那我们把它给这边选择我们的相同组吗 所有组吧 因为我想让你们做一个效果是类似于啊 我们把这个这个来呀 不本改为二看一下 改为二啊 二还可以 我想做这种穿梭穿梭门里面这种效果 同学们不知道能不能够想象出来 如果我现在给他来一点旋转 啊 我把这两个中心给他放过来 给他做一些旋转啊 为什么 稍等一下 嗯 这个效果要不我再打一课给你们做吧 我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因为现在好像有些参数 一起搭配使用的话 他会出错 啊 我去看一下 去自己客户实验一下 因为之前我做过一个穿梭门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四个点啊 四个点 然后呢 连成一条线 让他深度复制几个 最后让他全部扭曲 我们就进入那头门一样的感觉了 这个可以考考大家 同学们如果有想法可以先做 你们去做做看 然后我再打一课也给你们讲一下好吗 我们这点其实都讲完了 这个一下子让我好像一下子让我做的话 我得去再花个十分钟左右 我把它给参数调一下 对这个留一下卖卖个关子吧 也就是现在是不是我做出这个形状呀 你用副本深度挤出几个 挤出完之后呢 哎 有一种穿梭门进去 但是这个线好像不是很现实啊 呵呵啊 倒不是陪女朋友同学们 因为这个画面可能我要去调一下参数 对线要直的嗯 那我去调一下参数吧 我去试验一下 做项目都是这样的啊 同学们做项目并不说你的数字都是记住的 你都要不停的去测试 我怕待会我测试完之后 呃 半个小时没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传送门之前我做那个项目还是挺贵的啊 我看一下那个参数我也调了好久 一个半小时吧好像是 啊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我那个工程应该还在 看回来之后交给你们 嗯 大概的思路明白之后你们就会很快的啊 把摄像机转动一下啊 转动一下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了啊 同学们啊 我们好像都讲完了吧 这些知识点啊 一道记笔记啊 同学们啊 一定要看笔记啊 笔记都不用记了 我给你们都有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结束的话 嗯 那我先关一下再录联好吧 我先关一下 我录联的话 我摄像头要打开一下啊 我放下歌 嗯 不是什么大帅哥 好 我们看一下 同学们稍等一下 放个歌 然后我关一下吧 那同学们晚安啊 我要把这个摄像机给插一下 同学们 摄像机 先重新关吧